他們等飛機 他們宣布登機 就這五關 所以大概的流程先跟大家說一下 第四關之後呢 會有一個自由活動時間 大家時間再看好 之後呢 第五關過登機口的安檢 那水的部分呢 很多朋友都會來問 水要不要丟掉 第一關先不用 第一關先不用 一直到第五關 你也可以放在身上 因為他們對於水來講 他並不是很嚴重的偽禁品 他沒有民怨官地 水一定要丟掉 看那個安檢的 安檢官 有沒有要你把水拿掉 所以有這段時間 水你就可以放在上喝 如果登機之前丟掉也還好 因為我們上飛機就有水喝了 OK 那因為到土耳其